李小龙的儿子当众称自己是美国人 被14K陈慧敏当众怒山耳光 28岁片场离奇身亡的背后 究竟是阴谋还是巧合 1986年 在美国四处碰壁的李国豪回到了香港 遇到了14K的陈慧敏 陈慧敏与李小龙是好朋友 看见李国豪这样陈慧敏也于心不忍 便决定帮他一把 带着他出演《龙在江湖》 但李国豪的表演却十分差强人意 不仅只高气昂 而且导演让起模仿李小龙时 他也十分不愿意 但看在李小龙和陈慧敏的面子上 很多人都选择隐忍 好在这部电影在上映之后 获得了不小的反响 而李国豪也凭借出色的演技 获得了最佳新人奖 片酬也随之水涨船高 甚至与陈慧敏都达到了一个级别 李国豪也变得越来越飘 某次陈慧敏受日本的一家公司邀请 找一些功夫好的演员 他觉得这是个好机会 就将李国豪推荐了过去 投资方一听是李小龙的儿子 不仅十分高兴地同意了 而且还登场决定给其500万的片酬 李国豪再听到如此之多的片酬 也立马赶往了片场 不料刚到片场 投资方就一个要求 那就是李国豪必须要模仿李小龙 这让李国豪十分不满 于是便直呼自己有自己的风格 甚至为了撇清关系 更是当众直呼自己是美国人不是中国人 此话一出直接把陈慧敏惹恼了 当众就给了一巴掌 要知道 李小龙的目标是成为美国片酬最高的东方剧行 想要证明国人的实力 但其儿子却直接否认自己的国籍 这种歧视灭祖的行为简直是让人无法接受 从此事之后 李国豪就回了美国 与陈慧敏彻底断了联系 1993年 李国豪在拍摄一场枪战戏时意外身亡 当时剧组安排的是道具枪 但没想到射出来的竟然是真子弹 李国豪被紧急送往医院后 还是因为抢救无效而去世 至于这背后究竟有何印清 估计外人是无从辙志了 如今李国豪的死因与其父亲李小龙一样 永远成为一个无解之谜 史太龙第一次见到李小龙就直呼大使所望 要知道 彼时李小龙的功夫享誉全球 俗话说得好 树大招风 皇家达与史太龙都想去挑战一下 觉得李小龙就是浪德居民根本不止的议题 别看皇家达只是个武术教练 但他可是拿过金腰带的人 所以他非常想与李小龙切脱一番 但让他没想到的是 刚喊开始还没等皇家达出售 李小龙的腿就踢到了其鼻子上 吓得其不敢动弹 李小龙又快速换招 将其直接推出去十米多 皇家达当场晕倒 在醒来之后直呼惊讶 而史太龙也失出皇家达 他觉得自己肯定比师父厉害 所以也想找李小龙挑战一番 别看史太龙身高1米8 肌肉还十分硕大 反观李小龙身材矮小 所以史太龙也自信满满 但没想到在刚开打的时候 史太龙就后悔了 因为李小龙只用一脚 就将史太龙踢出去了十几米远 史太龙当场就服气了 事后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史太龙更是直呼 感觉李小龙一只手 就可以将自己提起来 史太龙本身不相信中国功夫 但如此一通鄙视下 史太龙甚至都开始觉得 中国功夫很神奇 还有点诡异 因为李小龙出腿的速度 实在是太快了 他根本就搞不懂是什么原理 但或许很多人都不知道 李小龙习武的初衷 就是为了强身健体 或许他是天生习武的奇才 所以便爱上了武术 在其十三岁的时候 就拜了叶问为师 从此便开始走上了传奇之路 就连14K的陈贵敏 都对李小龙佩服不已 还有如今的武打巨星红金宝 只用了五个字来评价李小龙 那就是真的很厉害 我的大家站着 我脚刚要站出来 他的脚啪已经搁到我脸上 然后搁了脸上以后 我的脚这样子 现在要扶着 然后他搁了脸上大胸转 后来他哭了我 怎么样 我只有说 好严 看到我没有吹牛 我也没有撒谎 但就是这么一位超人 却在1973年 毫无征兆地离开了人世间 而为他抬关的六个人 个个来头都不小 你知道当年 为李小龙抬关的六个人 都是谁吗 1973年 一代功夫巨星 李小龙在香港逝世 此消息已经曝光后 瞬间动动了世界 几天后 其追悼会在香港举行 当时除了生前的亲朋好友之外 还有超过两万人自愿 来到现场 送偶像最后一程 还有六位特殊的台观人 而这几位台观人 各个来头都不小 第一位就是李小龙的徒弟 日本人 墓村武之 他不仅是李小龙的关门弟子 而且还是最能代表 李小龙功夫的弟子 他们不仅是师徒 而且还是好兄弟 在李小龙最贫苦的时候 他还将自己打拼多年的酒店卖掉 为其开武馆宣扬武术 如今已经96岁的他 还坚持每周为李小龙扫一次墓 可见墓村武之多么重情义 第二位就是詹姆斯·科本 两个人在机缘巧合之下相识 李小龙教他武术防身 他教李小龙表演经验 当时李小龙去世的消息曝光后 科本正在外面拍戏 在得知此事后 冒着违约的风险 也要来送其最后一程 第三位就是李俊九 他是李小龙的师父之一 不仅是美国跆拳道教父 而且还是世界武术教育协会的 创始人之一 第四位就是丹尼伊诺山渡 他可是李小龙最喜欢的徒弟 不仅曾四次入选黑带群英赛 还获得了较好的名次 如今的他可是美国跆拳道的领军人物 很多高手都是其徒弟 第五位是史蒂夫·麦奎因 他不仅是李小龙的徒弟 而且还是好莱坞的著名影星 虽如今年龄大了 风光不在 只能出演一些小配角 但能为李小龙台观 也足以证明当时的他有多么风光呢 第六位就是秦彼得 他可是几个人当中最神秘的一位 查不到他一点消息 但他竟然是六位台观中第一个出场的 由此可见他并不是一般人 这六位虽然年龄性格都相差甚远 但他们都是李小龙的知己 如今李小龙已经离开我们这么多年了 但他的名气还能如此之大 不单是因为李小龙的武术功底太过于雄厚 而且也离不开这些人的传播